永篇 你怎麼看一下 說實在的話 我覺得也難為他了 這位游醫師 超多超多 他的病話 非常非常的支持他 義憤填膺 今天很多人很心疼 我覺得他的這個講法 如果說你仔細看全文的話 他也真的守住了他的一個立場 那他也是一個專業的女性 很獨立等等 他也告訴大家 我並沒有要委屈求全 我也並沒有原諒他 那為什麼是這時候要出來講話呢 照理說你沒有原諒等等 這時候我覺得也很難了 事發前一天才被告知 你想想看 他真的是晴天霹靂 他說事實上他們的家庭關係 一向非常非常的正常 他大概真的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說不定大家都知道 只有他不知道 但是你就會發現自理行間 他還是非常幫王必勝 我們寫的只有部分 還有一些沒有寫出來的 如果你仔細去看的話 他幫王必勝講話 所以王必勝常回到家裡面 跟他講他去處理一些危機等等 他覺得那如果是他的話 他真的做不到 然後王必勝很有親和力 想照顧所有的人等等 所以雖然說他不能夠原諒 雖然講他的傷害 大家都非常的心疼 他也掉過淚 但是自理行間還是悉心呵護著王必勝 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事情對很多的女性會造成一種感同身受的壓力 另外一方面也是會很感慨剛才韓濱講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說一個好像功成名就的男人做出了這種渣男行徑 結果現在台灣已經是非不分了 就是他基本上他不會受到什麼懲罰 我們先不講說他的夫妻感情怎麼樣 因為那個是他們兩個人的事情 他們要合要分的他們的事 可是我們在正常的民主國家 公眾人物特別是政府官員 你如果在這種價值上面你沒有持守好的話 你是要付出官位作為代價 對不對 你不能這麼廉價只是說我錯了我錯了 那大家就要你完全不用付出代價的 對 你完全不用付出代價 大家就要原諒你嗎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今天第一個最大的悲哀就是說 民進黨的整個政治文化已經到了 只要有關係就沒關係 就是你是我的裙帶 你是我罩著的 就完全變成一種幫派 然後所有的價值 所有的是非對錯 他通通都不必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首先就是說 讓大家很難過的就是說 因為你一個功成名就的男性 在很高的位子 如果他去犯這種錯誤 他都不用付出他的事業或成就 作為代價的話 那以後這種事情就層出不窮 就變相鼓勵了 為什麼很多人 我就說很多女性看了一定感同身受 因為我們周邊的人 特別是算是學經歷不錯的 專業女性的 其實在各行各業 類似她的那個太太 由相遇主任遇到的這個問題 實在太普遍了 醫界也非常普遍 醫生她那種又賺錢 又有那個專業 然後她那個聽說有女朋友 情婦小三的真的很多 那你在這種狀況下 你說為什麼很容易那個 就是這個妻子不容易發現 因為很簡單 兩個人都是專業人士 都非常的忙 通通都在顧自己的事業 然後對家庭有一種共同的那個部分 自認為是彼此信任了 對彼此信賴 結果到最後就突然出現這種狀況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 當然我們今天講 她這個新聞出來 是不是為了轉移焦點 我認為也不太可能轉移 那個極其AZ的焦點 只是說這種新聞 本來她為什麼很不容易淡下去 因為她打到很多人的心 那我們都還不要講 受傷害女性不只是她的妻子 她的那個小三也很可憐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去看這個 注意這個事情 今天台灣不管大家覺得什麼 通姦要不要除罪化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說你自己如果要去涉及這種 作為第三者 你一定要理解 你到最後被拋棄 被踐踏 真的是被狠狠的傷害的這個命運 但永平說實在 這個家務事 兩個人自己解決就好 我聽說他們夫妻兩人聯媚 接受訪問 再把這個事情推到公眾的面前 你覺得這個目的是什麼 這個秀芳說實在的 我認為她的太太 其實在這件事情上 還是有想要幫忙王必勝 因為說實在 如果一個專業女性 如果她真的內心裡 沒辦法原諒她的話 第一個她絕對不會 跟她一起出來面對媒體 她很可能她就 她如果還想維持這個家庭 她就頂多不吭聲 她如果不想維持這個家庭 她只有在兩個人 她去送離婚協議書的時候 她才可能面對媒體 你想想看 王八卿的太太有出來講話嗎 一定是 有跟著這個 沒有 她過了很久 對啊 是不是 對 一定是這樣 所以我才講說 我覺得她今天這樣子的一個安排 當然她心裡一定很沉痛 因為沒有什麼人 會願意輕易的放棄個家庭 何況她們這邊也有兩個小孩 心傷害太大了 我們也不是說 一定要勸人怎麼樣 只是說她太太在這個過程中 做這個決定 可以看得出來 她是想要幫她挽回 可是我認為 幫一個這樣子在道德上 已經有明顯問題的公眾人物 尤其她現在是在一個 很關鍵的位置 在我們防疫的時候 要做很多的承諾 判斷 而且大家對她的信任 信賴很高度的時候 我覺得她太太 真的是不應該出來護她 其實你說今天王必勝 她被拔掉發言人 她被脫離出來 那個疫情指揮中心小組 她還是醫生 她又不會因為她有婚外情 她的醫生就不能做了 對不對 已經不是讓她損失 又不是吊銷她的醫生執照 那在這種狀況下 那大家為什麼還要維護她